Hello everyone, I'm my name is Justin Today I'm going to share my thoughts about Kung Fu Panda 1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上網披薩課的感想 我們欣賞的是 Kung Fu 熊貓 1 這部電影的主角是阿波,阿波晃晃的最患因為大師用力教他功夫而打敗殘暴 爸爸很像阿波,因為他們都晃晃的 我贊成阿波的爸爸,禮貸阿波不是他親生的 因為我不想要讓阿波傷心 阿波在爸爸的面殿打工,他不開心 因為他一心想要追求 Kung Fu 我覺得這部電影可以分成四個段落 因為這故事順序 我在這部電影裡悟到 只要不半途而非 永不放棄做什麼事都一定會成功的 請大家別忘記幫我按讚喔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